东京三十四度 北纬一百零八度 坐落着举世文明的西安大雁塔 它建于公元六百五十二年 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四方楼格式砖塔 今天 人们不用一砖一瓦 而是通过三地打印技术 打印出一座精巧的大雁塔 三地打印又称增材制造 人类的生产制造方法分为 剪材制造 等材制造和增材制造三大类 以机械加工的方式 对金属零件进行躺洗切靴 这个材料逐渐减少的过程 被称为剪材制造 以锻造的方式 对金属材料进行反复断压 在材料不增减的前提下 提高它的性能 被称为等材制造 而三地打印是根据三地数字模型 用激光束照射粉末状金属 或高分子材料形成液态溶石 随着激光束的运动 迅速凝固的溶石形成堆积层 通过层层堆积的方式 形成最终的物体形态 这一材料逐步叠加累积的过程 被称为增材制造 用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就是小鸟筑巢这种 如果小鸟算个工匠的话 它筑巢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增材过程 它是一点点咸泥 一层层堆住 机器是小鸟的嘴巴 制造出来的就是巢 但是我们实现的形状 要比小脑子超复杂得多 性能也会好很多 卢炳恒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增采制造创新研究中心灵魂人物 拥有二十多年3D打印经验 对于卢院士团队来说 打印一座微缩大印塔 不过是雕虫小技 眼下 借助生物3D打印技术 重建人体缺存的骨骼 才是他们奋力攀远的科学险峰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因此我们无法被复制 但人体是左右对称的 如果因为车祸或疾病 我们失去了一部分骨骼 那么我们能否依照自己 完好一次的骨骼 复制出缺损的骨骼 植入体内呢 我们可以在手术术前 来进行一个手术规划 利用它完整的左边 然后恢复它缺损的右边 利用3D打印记者 打印一个符合它右边的植物体 3D打印应用到医疗领域里边 形成一个对于治疗和手术 完全颠覆性的一个方案 胸外科手术室 黄丽君大夫主持的手术 进展顺利 在术前 卢院士团队以组织医生 共同规划的手术方案 依照患者在车祸中幸存不备的 完好胸骨CT 设计出人造胸椎骨的3D数字模型 人工植物应用到临床 会涉及到包括材料 毒性 排液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就材料而言 是运用骨科临床以大面积使用的钛合金 还是运用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 需要一份细致周全的科学考量 钛合金主要它有生物相容性好 不会引起副作用 但是在替代某些气管中 就会发生问题 例如我们的头盖骨 如果受伤了 如果钛合金把它修补起来 由金属导致很快 而这个又靠近头皮 对这个环节的温度比较敏感 这么一来它老是感到头皮那儿 好像凉松松的 这就肯定是一个不舒适的感觉 而这个像匹克材料呢 和我们人体本来的骨骼相差不多 而它的强度也非常好 高于我们骨骼的强度 皮克又叫做巨迷迷铜 是一种性能强度 与人体骨骼相似 且生物相容性较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主刀大夫黄立军 正式将一块用皮克材料 精准打印的人造骨骼 成功植入患者体内 完成了大面积缺损胸臂的重建工作 过去呢我们对这些大范围的胸臂缺损的重建呢 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尤其是近年来这个3D打印 我们看到了它的特点和优点 很快我们就把这个引入到我们的胸臂重建中 如果没有强烈的现代科技做武器 我们就能真真正正地成为病人的守护神 不过对卢院士团队而言 初次听到手术成功消息的狂喜 早已悄然退去 因为像这样的手术在全国 已经成功完成了200多例 他们的雄心和梦想还远不至于此 未来我们希望它往这个活性组织发展 因为我们人体呢 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孔洞所形成的这种结构组织 而这种组织里面呢 是大量的液体流动 要保证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体液 和我们的神经的这种生长发应 3D打印怎么去做 科研上最热的就是 怎么样来治疗活性的器官 包括人工的皮肤呀 人工的角膜呀 这个心脏的瓣膜呀 前景都是非常远的 3D打印呢 为再生医学开辟的一个非常好的路 我们就可以制造一些活体的一些器官 活我们的基因科学的研究 应该是相扶相承的 使它不仅能够寿命地延长 而且能够使它各个器官 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生存状态 山西兴县 煤矿深处 智能采煤机正一路丝鸣向着煤层轰停进 距离兴县一百多公里外的山西太原 一家拥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牌工厂 是采煤机的诞生地 MG2660智能采煤机长 16.9米 高6.4米 自重166吨 通过四个滑靴 在刮板输送机上的支撑和滑动 实现采煤机在矿井下行走 摇臂将动力传递给滚筒 驱动滚筒高速旋转对煤层进行截割 智能化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采煤机能对地下的煤层进行自动识别 如果采煤机无法自动识别煤层 开采时煤石俱下 不仅影响煤炭质量 坚硬的岩层还会导致设备损毁 造成煤矿停工 因此 煤炎识别技术 是世界公认的一项高难度技术 那么 如何做到 让一台机器只开采煤层 对煤层里的岩石 能够主动避让呢 好上清 高级工程师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 从业三十余年的他走南闯北 请教了多位地质专家和行业教处 最终 在与中国矿业大学的合作中找到解决之道 用采煤之外的办法解决采煤本身的问题 这便是好上清的方案 在矿道内 布置震波接收器 利用低震波来探测哪些是煤 哪些不是煤 采煤及窑壁上的传感器 会感知震波接收器发出的不同振斗频率 通过惯性导航装置 对采煤姿态做出调整 对岩石进行避让 通过地震波对煤层做了一个态测 就相当于给煤层做了一个身体扫描 传感器相当于人的一个神经系统 管性导航系统相当于一个视觉系统 采煤机在煤层接下工作时候 遇到了煤以后 它就正常进行阶割 遇到了湿头的话 它就进行避让 滚筒犹如采煤机的利爪 主要功能是结割煤层 而摇臂是支撑重大12吨的滚筒的强健臂膀 平稳性是研制过程中遇到的 另一个棘手难题 设计之初 单个摇臂的自重就达24吨 滚筒重13吨 两者相加37吨 由于采煤机在工作时 两个滚筒朝同一侧方向运动 因此过大的自重 会导致采煤机失去平衡 甚至轻负 工程师张明丽必须给摇臂和滚筒减肥 也就是轻量化设计 在对煤矿的地质环境和采煤机的受力情况 仔细研究之后 利用计算机重新分析数据 一次次试错纠错 最终通过优化结构和提高金属刚度 使摇臂滚筒的重量 由原来的37吨瘦身为35吨的标准身材 解决了采煤机的平稳性问题 机家车间 技术员张振杰正在对摇臂的壳体 做行为攻插测试 这是摇臂壳体完成精加工后 必须进行的一项精密测试 通过对摇臂壳体点 线 面的精准测量 让加工过程所产生的误差原形笔录 在三座标轻微细致的移动中 可提表面的平滑度 光洁度 以精确到微米的数据 在显示以上一览无余 不过针对智能采煤机的各项考验 还远远没有结束 要让它变得更智能 更有力量 中国人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武汉汽车制造车间 高速智能冲压线正在昼夜工作 汽车制造主要有冲压 弹节 涂装 总装四大工艺组成 冲压堪称四大工艺之首 因为7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都是由冲压装备生产的 它有四台多连杆压力机 双臂送料系统 拆朵机等设备组成 应用数控液压拉伸电 同步控制 全自动换膜 整线防护等多项关键技术 每分钟最高考冲压15个汽车覆盖件 代表着全球汽车冲压工艺的最先进水平